10月14号 开馆仅7天的重庆大学博物馆陷入一场赝品风波 该博物馆的捐赠者之一是重庆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原副院长吴应齐 事件发生后 吴应齐一家陷入到风波中 公开资料显示 吴应齐历任中国期刊学会理事 长城学会会员 四川美术学院教授委员会委员等职 10月15号 吴应齐在四川美术学院的两位前同事透露 这并非是吴应齐第一次陷入赝品风波 他们表示 20世纪90年代 吴应齐曾因卖假话 被校方免去该校陈列馆馆长职务 对此 吴应齐女儿吴小妮回应称 确实有受假仪式 但被免职的说法纯属造谣 据媒体报道 重庆大学博物馆馆长是吴文煞 系吴应齐之子 他在接受采访时称 他已进入重庆大学工作十余年 担任重庆大学博物馆馆长之前 在该校艺术学院从事绘画教学工作 是经过学校考察研究 才获得博物馆馆长的证明 网上流传的质疑文章中称 吴应齐的儿媳也供职于重大博物馆 担任博物馆展览部主任 但此消息尚未得到证实 据齐信宝显示 吴应齐 吴文煞 吴小妮三人 曾合伙经营重庆国立美术研究院 兄妹两人还共同参股了一家文化艺术传播公司 重庆大学党委宣传部对媒体表示 吴文煞之前确系重庆大学艺术学院的老师 目前学校已组建该实践的工作小组 正在从多方汇集相关的信息 网民关心的问题也有注意到 汇集时核查并给公众作出回应 新京报动新闻综合整理报道 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京报客户端 estuvま动资讯请下载新闻 明镜需要您的 finalement